中共第一位秘书是谁 做过后来被列为秘书职责内的工作 在中共文献中记载的秘书最早建于1923年4月 特别有意思的是 这份秘书就是后来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的毛泽东 毛泽东时任中共乡区居委书记 因为工作突出 被调到在上海的党中央 既参与中央的领导工作 又兼任秘书 主要筹备党的三大 6月 三大在广州召开 会议选举了中央执行委员会 由陈独秀 毛泽东 罗张龙 蔡和森 谭平山五人组成中央局 陈独秀为中央局委员长 毛泽东为秘书 这是党内第一次设立秘书之职 并且这个秘书职位是由三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规定设立的 秘书是做什么的 组织法规定 秘书付本党内外文书及通信 即开会记录之责任 并管理本党文件 本党一切文件需由委员长及秘书签字 虽然做的是秘书工作 但毛泽东是党内排名第二的领导人 可见这个秘书不完全是我们后来所说的纯为领导人工作助手意义上的秘书 1924年12月 在毛泽东离开党中央后 中共四大开始又没有设秘书了 据毛泽东的基要秘书叶子龙后来回忆 直到1939年初 党中央才又正式设秘书 这是毛泽东提出的 但是此时的秘书 皆为党中央领导人的秘书 不再是党内二把手了 并且是纯实物性的秘书 职位也不高 作为中共的第一个秘书 众所周知 毛泽东后来成为了党的最高领袖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